欧洲中世纪史第十版 作者朱迪斯·本内特·沃伦·霍里斯特 杨宁·李韵一支 作为提升帝国学术水平的新举措的一部分 查理曼将欧洲各地的学者汇集到了亚琛 他从法兰克东部招来了他的传记作者爱因哈德 从圣卡西诺山招来诗人 历史学家保罗 保罗编绘了一本《不道集》 这样忙碌的牧师们就能够知道 在哪一个圣日应该说哪些话 从伊比利亚招来了迪奥多夫 他是个才华出众的诗人 后来担任奥尔良主教和弗勒里修道院院长 从英格兰的约克郡招来的是所有学者中最伟大的一位 阿尔昆 正如之前的布尼法斯 阿尔昆从不列颠倒带来的思想和记忆 直接刺激了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的学术发展 所有这些学者在查理曼雄心勃勃的指导下 齐心协力的振兴了基督教社会 他们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 给尽可能多的儿童提供教育 而且没有男女偏见 阿尔昆引进了波伊提乌的轻易论 将课程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用来学会交际 另一部分用来研究客观世界 法兰克本地的教会职员和非教会职员里 都没有专业的老师 因此只有靠教会的力量来实行教育改革 识字 那时的定义就是能够阅读拉丁文 只有在教会里才算得上普遍 因此查理曼让国土内的教堂和修道院来掌管学校 公元789年颁布的法令级要求 必须建立学校 以便儿童学会阅读 而且还进一步规定了 每一所学校都必须有诗篇 日历 语法学和其他有用的书的精确的副本 不用说 学校的教学使用的都是拉丁语 尽管孩子们日常使用的语言 都是最后演化为法语 德语 意大利语的地方语言 他们在学校里用来阅读和写作的都是拉丁语 这些学校给那些不愿以宗教为职业的学生提供了教育 许多加洛林修道院和教堂其实达不到查理曼的一般要求 不过 大多数学校都实实在在地提高了就学率和就学质量 说到底 学术最发达的地方还是修道院 特别是富尔达 图尔 赖歇脑等地的修道院 那些修道院里训练出来的学生 后来有不少从事教职或者社族行政 比如赖歇脑和富尔达的学校就交出瓦拉弗里 史特拉伯 她是圣徒传作者 诗人和外交家 同时也是太子太妇 贵妇人多达给16岁的儿子威廉写的忠告手册则是另一个例子 尽管她是个贵族的妻子 而且她的儿子必然要在宫里度过一生 但两人都因基督教信仰而珍视读写拉丁语的能力 因为正是拉丁语养育了基督教 多达简洁地说道 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更接近上帝 多达的拉丁语能力自然是来自修道院学校 作为儿子的第一任教师 他又将这两项技能传授给他 查理曼的子民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算十字 但是这些人都非常好地利用了所学的知识 除了加强基础教育之外 阿尔昆和其他学者还试图保留和整理古典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伟大典籍 为了这个目的 他们准确无误地抄写了过去的重要著作 阿尔昆本人就准备了拉丁文圣经的新抄本 由于抄写员都免不了要犯些错误 拉丁文圣经从圣折罗姆时代传承到阿尔昆的时代时 已经错误百出了 作为查理曼宫廷学校的首席学者 阿尔昆一方面发展新的学术 另一方面则非常崇敬过去的学者 致力于保存他们的成就 他曾写道 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能比遵循使徒和福音的教导更好的 我们必须服从他们的创建的规则 而不是建立新的规则或提出新的教义 更不能以扩大自己的名声为目的 来编造出一些新的思想 在今天看来 他的目标有些局限性 不过我们应该感谢阿尔昆和他的同事们 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罗马诗歌 史诗散文和其他作品 有90%是通过加洛林时代的整理和抄写 才保存下来的 加洛林王朝的学者也发明了一种新的 更清晰的书写体 这也是今天通用的西文字体的前身 它被称为加洛林首写字体 这种字体一部分取自早期的爱尔兰的金卷 另一部分出自法兰克人自己的修导院 特别是女修导院 比如著名的谢乐修导院 从那里出土的手稿就明显的带有字体上的变化 加洛林人对书写体的改进使阅读更为便利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用了更多的标点 单词之间加了空格 相邻的字母之间也完全断开 并不用连笔 最后还同时使用大小写字母 这项改进的结果就是 所有的书籍和文件都更易阅读 更多的学生可以更容易地学会书写 加洛林的修士和修女们 以空前的规模抄写经卷 因此这种新的书写体也传播得很快 阿尔坤和查理曼也试图继续 普尼法斯的法兰克教会改革 他们把一部分注意力转向乡间 在他们看来 神职人员是教会的士兵 是把上帝的子民 引向永恒的田园生活的人 为了帮助牧师们完成这个任务 他们将圣餐礼仪规范化 为搜长瓜度 准备步道的牧师们 提供现成的步道词 要求男人女人在星期天 放下手头的劳动 为牧师制定的手册 将修改过的拉丁文圣经散发各处 修道院制度改革是他们在日程上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完成修院改革 他们把从卡西诺山得来的 完整无误的全本本读会会归散发到各处修道院 要求他们认真遵守 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 不过 至少使农村地区的宗教生活更有规律 也使修道生活更有标准可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